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属于管理学的部分 我是王志远 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 我们将会快速地谈一下管理控制的概念 首先 什么是控制呢 基本上所谓的控制Controlling 它指的是一种监控比较并且修正工作绩效的一个程序 为什么控制对于管理来讲这么重要呢 首先 控制跟规划之间有的高度的一个关系 其次 控制跟授权有关 第三个 控制也跟工作场所的保护有关 首先 我们来看一看规划跟控制的连结 规划 组织 领导 控制 共同我们在第一章曾经提到过的 这是管理者 他的日常工作当中四个重要的一个活动 在规划的时候 管理者的目的是为了要产生他的目标 目的 策略以及计划 并且透过结构的设计和人力资源的管理来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团队 接下来 他就要采用自己的行为 透过对于员工的了解 激励他们 以及产生各种不大样的一个领导的方式 并且透过跟他部署的一个沟通 还有透过对于个人跟群体行为的了解 来去带领这些人朝向一个方向来前进 而所谓的控制 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的重点则在于说 我们想要去定立出来一个 这些员工做事情他的一个标准和他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他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表现 和他们的一个目的的一个比较 进行一个比较之后 进而采取一个行动 想办法去让员工的工作 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这就是管理学里面所谓的一个规划 跟控制连结的概念 除此以外 规划也跟付权有关 员工授权在我们的组织的讨论当中 被视为是一项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 任何的一个管理者 他都没有三头六倍 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 把自己部门当中所分辨到的任务 给想办法授权给下面的人 那所谓的授权 就是说我要交给下面的人来负责处理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一方面他必须要清楚的让他的下属 知道他的期许是什么 除此之外 周围管理者 他也必须要透过控制的手段 去了解他的这些部署 是不是真的照他的预期来进行行动 最后控制也跟保护工作场所的安全有关 在很多的地方当中 工作场所的安全可能包括例如像是避免公安事情的发生 或者避免公司的财务遭到窃取等等 例如像今天走在工地里面 为了员工的安全 我们通常来讲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同仁可以戴上安全帽 来避免一些意外的灾害 可是很多的时候 工作同仁可能会因为觉得太热了 而不愿意把安全帽戴起来 虽然在这种情形之下 很多的时候 大家会以习业为常的方式 来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 万一因为没有安全帽而出了事情 这些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 因此作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他也必须要能够透过各式各样的一些方式 例如像通过巡查这类的手段 来去避免他的员工 做出一些有违工作场所安全的一些事情 那么管理者他要怎么样子来进行控制呢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控制 分成是一个三个阶段的一个活动 首先是他要衡量实际的一个绩效 其次他要把实际的绩效 跟标准值进行一个比较 最后他要针对实际的绩效 跟标准值的一些差异来考虑一下 他是否要进行一些管理行动 来想办法改善一下目前表现的水准 当然在制定这些绩效的标准 跟衡量实际的绩效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先清楚地辨别一下 不管是在组织的层次 公司的层次 部门的层次 还有个人的层次来讲 他们分别的一些目标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首先在控制的第一个阶段 叫做衡量实际的绩效 在这个部分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是来自于说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取得到 这个公司部门或者员工 他的一个绩效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讲 为了去取得这些实际的绩效 有以下的一些常见的资讯的来源 第一种叫做个人的观察 这些个人的观察 例如像是公司的老板 可以在把货公司 他大拍卖的时候呢 到整个卖场上面走一走 借此来了解到底今天的生意好不好 一般来讲 个人观察法 他最大的优点是来自于说 这是一种最低手的一个 最接近现场的一个资讯 虽然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这些资讯都是没有经过过滤 也不会经过其他的人 有些粉饰太平之类的一些产物 同时对于管理者来讲 他可以深入的涵盖到 整个的一个工作活动当中 但是他的缺点在于说 第一个 他容易受到管理者本身 个人偏见的一个影响 再来事情是说 如果管理者他想用个人观察的方式 去取得整个部门 整个的绩效的时候 会是一个相当费时的一份工作 最后一个人能够看到的地方 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这样子得到的结果 也有一种所谓的一个 有失周全的缺点 其次 第二种常见的一个资讯的来源 叫做部门或者公司 或者员工的一个统治的报告 它的优点在于说是 这些统治报告来讲 还比较容易把一些相关性给显示出来 并且可以有效的显示出来一些比较的作用 但是他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首先 透过统治报告这样子的方式 很多的资讯会被忽略掉 再来是林氏说 有很多的事情 他基本上并不是统治资讯本身 就可以去影响到的 例如像是 大家喜欢或不喜欢某项产品等等 这些东西 有很多的主观因素会呈现出来 而这些东西不容易在统治的报告里面被呈现出来 第三个是我们透过部署的一些口头报告的方式来取得像这样子的一些资讯 它的优点在于说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资讯最快速的一种管道 其次口头报告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同时得到我们的下属或者我们的团队成员 他们语言或者非语言的一些回应 但是它的缺点在于说是 第一个 有一些资讯可能会被这些报告者 他刻意的或者不经意的情形之下 把它忽略掉了 再来是林氏说 口头报告进行的过程很快速 所以很多的资讯并不容易被这些主管给记录下来 最后一种方式是所谓的书面报告 它的好处是来自于说 因为书面的准备时间很长 范畴较大 所以较容易得到一些全面性的资讯 再来书面报告具备相对上面来讲 较为正式的一种形式 最后这些书面报告 它容易做事后的一个归档跟检索之用 因此可以具备一再重复利用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的缺点在于说 要准备一份好的书面报告 必须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接下来让我们用米猴粉砖这个案例 来说明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衡量实际的绩效 在中山大学的各位可能都知道 中山大学最有名的东西叫做猴子 事实上猴子是比中山大学的学生 更早来到西子湾地区的 但是随着学生逐渐的增多 以及随着山上逐渐的被开发 猴子的棲地逐渐受到了破坏 使得人猴之间的相处 常常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而这样子一个台湾猕猴的支持党 这样子的一个网站 它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唤起 大家对于猕猴的一个重视 进而培养出我们跟猕猴之间 和平相处的一些可能性 为了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首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想象一下 我要怎么样的知道 透过这个粉砖我想达到什么样的东西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想到了我们可以使用三种的方式去进行了解 到底粉砖什么样的表现 首先第一种东西我们叫做浅层的互动 浅层的互动所泛指的 是来自于说唤起 月听众的一些知觉 让他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 而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可能会选择的表达 含量的指标 是它的按赞数 而另外一个我想要知道的 可能是来自于说 像这样子的一些粉砖 它里面的一些文章是否能够真正触动到 我们月听众的一些心 以及他们到底有什么想法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在粉砖页当中 它的一些comment评论的数目 以及评论的内容 就可能是有值得我们去观察 跟了解的一个重点 最后 我们希望得到的这个事情是来自于说是 对于以后的一些关怀跟了解 能够让更多的人所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好奇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分享术 我们是要透过分享术的了解 来知道说 什么样的文章 容易让我们的月听众 愿意把它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 愿意来关怀 我们这些咪猴的一些议题 除此以外 我们也会想知道说 例如像是YouTube文例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想知道说 这些影片当中 到底被多少人 曾经有兴趣把它浏览过 以及到底有多少人 他们曾经真正的把这样子的影片看完 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可以知道说 他们是被骗进来的 还是真的 我们的内容是可以吸引别人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好奇一下说 这些来我们的YouTube 频道里面的月听众 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知道我们这个影片的存在 所以在这种时候 对于来源地的一些分析 例如像是 他们是来自于Google 来自于Facebook 来自于Line 或者是来自于其他的 各式各样的一些网站 透过像这样子来源地的分析 会让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要推广影片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哪一些的地方 去做一些合作 或者用下广告的方式 来成功的扩大 我们YouTube频道的一些影响力 当我们还要完毕 我们的实际绩效之后 下一个动作 则是应该把我们的绩效 跟我们原先设定的标准 进行一些比较 在这个时候 他的工作重点在于说 我们要想办法 先定义出来一个 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异范围 什么叫变异范围呢 他所泛指的事情是说 在实际的绩效跟标准之间 我们所可以接受的一些变数的限度 让我们看一下以下这张图 来说明一下这个观念 在这张图当中 我们所定出来的 分别把一些可接受的上限 跟可接受的下限给定义出来 在这种事情之下 我们的产品的规格 我指的事情是说 他们产出的一些样貌 或者是说 我们实际的工作表现 我们就会期待 他能够是在这些 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异的 上下范围之间发生就好 如果超过了这样子范围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产出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把像这样子的产品 给抛弃掉 或者是说我们再检讨一下 为什么会有像这样子 一些差异的存在 举个例子来看 例如像假设 我开了一家园艺店 在这些园艺店当中 我卖了以下的这些产品 分别是观赏用的植物 多年生的植物 一年生的花卉 香料植物 花苞 开花的一些灌木 还有一些会结果的一些植物 在过往当中 根据过去 我们的一些去年度的营业表现 我们发现到说 我们卖出了观赏用的植物 我们卖出了1075个 但是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面只卖出了93个 而多年生的植物当中 我们去年卖出了630个 而今年卖出了634个 以此类推 当这样子算完之后 我会发现到 OK 我们今年当中 实际上面总共销售的数量 的确有比之前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检讨一下 在哪些的地方 发生了一些 是出我们意料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时候 事实上实际的数量 它的意义并不是那么大 可能相对上面来讲 比率的重要性可能更大 例如像是 同样以这个花苞为例的时候 花苞 我们的实际 生产实际的一个销售量 比标准的销售量 多出了116个 相对起来 我们在观赏用的植物上面 我们比原先预定的数字 少卖了162个 但是 因为在观赏用的植物 这个部分来讲 它的一个总数字 是相当比较小的 换言之 它的一个变异的关系 可能只在10%左右的一个范围之内 而反过来说 在这一个花苞这个项目当中的时候 它的一个基本上的变异值 可能已经达到80%左右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代表的事情是说 我们有严重的一个 预测错误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要进入到 另外一个 后续的一种管理动作 需要能够去校正出来 去了解 造成这样子的变异的原因 以及我们日后的一些可能的因应之道 当我们把实际的绩效表现 跟我们的标准进行比较完之后 下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该考虑一下 是否要采取管理行动的时候了 一般而言 这些管理行动 它的重点是在于 我们要改正实际的绩效 在这个上面来看 我们有两种可能的做法 第一种就做立即改正的行动 Inmediate Correction Action 在这种情形之下 它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应该立即的想办法解决问题 而使工作重回正轨 第二种就做基本改正行动 Basic Correction Action 它所指的事情则是说 我们的行动重点在于说 着重于在找出造成偏差的原因 需要能够透过这样这样的原因的一个找出 修正这些偏差的来源 进而避免日后偏差的再度的发生 事实上 到底我们该采取立即的改正行动 跟基本的改正行动 这可能涉及到 现在这个事情当中 它得一个实现上面的重要性 以及说这个事情当中 它的一个风险性来进行评估 举一个例子来讲 例如像假设今天高铁 突然宣布了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现在暂时因为讯号的关系 而无法正常的运作 所以我们只好暂时停车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一般高铁可能有两种可能的选项 第一种选项是 我直接试试看 把整个讯号装置 关机重开之后 如果可以动 就让高铁继续的开车 第二种可能性是说 我要想办法经过各种的检测 我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讯号会突然的消失 找到完毕之后 我再来重新开车 当然这两种策略之下 第一种策略 假设运气好的话 开完机之后重开就可以处理的时候 代表高铁可以马上运行 但是它还是有可能继续的再坏掉 除非我们今天能够 透过第二种方式 把它故障的原因 真的找出来的情形之下 我们才能够 长久的避免这样子问题的发生 可是对于高铁 像这样子一个承载 交通重大运输任务的一个组织来看的时候 一旦它完全停下来的时候 会造成很多的人 他都无法进行正常的一个南北两地的移动 所以一般而言 高铁常见的做法会是我直接先试试看 我能不能够透过这种所谓的一个立即改正行动 我来把它关机 重开试试看 看会不会好 如果好的话 我们就先让车子继续开下去 然后事后 我们再来慢慢的讲办法 利用停班的时候 来检测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边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立即改正行动 跟基本改正行动的一个观念 一般来讲 有效率的一个管理者 他会想办法来分析偏差的原因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 他会采取一些基本改正的行动 来想办法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彻底的解决 另外一种可能性 则在于说 我们来修正我们原定的标准 事实上 这就会造成实际的绩效 跟标准之间的一个落差 它也有可能是来自于 我们把标准定的太高 或者太低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要修正的是标准 而不是工作的本身 所以事实上 当员工或者公司或者组织 他无法达到目标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 并不应该立即的把责任 归就给所谓的一个标准定的过高 如果管理者他相信 他的目标定定的是合理 公平且可达成的 则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应该要想办法坚持自己的立场 向员工们说明像这样子的观点 并且期待他们在下一次会有较好的一个改善的作为 以便达成组织所预习的一些目标 所以换言之 如果我们整体来看的时候 整个的一个控制流程 可以像是如这张图所表示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把目标定定出来 通过目标 总和存我们一个实际可以衡量的标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实际衡量一下整个表现的一个成效 比较完毕之后 可能会有以下的一些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叫做 我们的确达到了标准 在这种情形之下 事实上管理者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然后呢 假设说好 事实上跟标准 其实的绩效跟标准之间是有差异的 我们第二个问题是要问问和自己说 这样子的差异 是不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如果答案是是的 一样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 但是如果说不是的话 我们再检讨一下 到底问题出在哪边 是我们做的不够好 还是我们标准定的不够好 如果说是标准定的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找出来说好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使得我们无法达成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 借此来改善我们以后的绩效 如果标准本身是有问题的话 则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就要重新修正标准 订定我们新的标准 在日后的时候 继续来进行这一些衡量 以及比较的一些控制的动作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 对于组织和员工绩效的控制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组织的绩效 所谓的绩效 Performance 它指的是临时说 一项活动的最终的结果 而组织的绩效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它所指的则是 组织全部活动所累积出来的最终的结果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讲 他不需要去了解 会影响到组织绩效 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要素 为了衡量组织的绩效 我们会用组织生产力的这个名词 来进行衡量 什么叫生产力 Productivity呢 Productivity的概念 所指的是说 产品或者服务的产出 它去除以制造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投入 藉此所得到的这个值 每一个组织 它都会希望 我们能够尽量的提高生产力 我们会希望以最少的一些投入 来得到最大的产品 或者服务的产出 而产出的衡量 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去利用产品或者服务 他们在销售之后 所得到的一个销货收入来做计算 而这个销货收入通常来讲 它会等于售价 就乘以销售量 而投入 它所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为了产出这样子的产品 而花费的一切的东西 包括说 我们取得的资源 以及我们把这样子的资源 转换成产出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成本 例如像是机器的折旧成本 机器的维护的成本 以及来自于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所投入的一些人力的成本 而所谓的组织效能 它的意思是 就是说组织 它目标的一个合适性 以及说 我们组织是否成功的达成 目标的一个程度 Go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像这样子的观点 事实上可以回顾到 我们在第一章当中 曾经提到过的 组织效率跟效能的概念 生产力本身这个部分来讲 可能会比较接近于效率的概念 但事实上 效率的概念来讲 有时候跟效能之间 会起出冲突的 例如像是 我们希望能够 尽量的生产出来足够数量的一些产品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有可能 在短期当中会得到较好的生产力 因为数量做得多 但是可能很快速的 就收到一大堆的退货 因此到了后来的时候 我们最后可能还是赔了一大笔钱 所以在另一方面来讲 对一个组织而言 他不但他必须要顾及到组织的一个效率 同时也应该顾虑到组织的一个效能 而事实上对于管理者而言 组织的效能是管理者通常会需要去使用到的一个 绩效衡量的指标 他也是管理者在考虑组织的策略 工作的活动 还有协调员工等各种决策的时候 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指导原则 那么我要怎么样子来衡量我们组织的绩效呢 在这个时候 一般而言 产业和企业的排名 会使我们相当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 事实上在外面 有很多跟产业或者企业排名的一些调查 而每一种排名 他们都会透过某一些特定的绩效指标来做决定 这些排名基本上在某种程度当中 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基准 让大家可以知道说 在这样子的绩效之下 某家企业跟其他企业当中 相较之下 谁的绩效比较好 谁的绩效比较不好 例如像是天下杂志的时候 他每年会出版一个天下一千大 的一个调查的报告 来去告诉大家说 制造业里面 他们各公司的表现如何 他可能选择的指标有很多 例如像是税后存益的大小 EBS的大小等等 来把所有的公司都一并的给列下来 但是请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来自于说 使用这些比较的工具的时候 必须要看一看 公司原先 他所设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在乎的是来自于 存益极大化的话 这个时候你用存益的表度来比较 或许是有意义 如果你今天所设定的目标 是来自于市场降业率最大的话 可能销量的部分 反而是你应该在意的一个部分 除此之外 你要跟谁比较 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重点 例如像 你把一家做钢铁的公司 跟一个做半导体代工的公司 来做比较的时候 这样子的比较到底有什么意义 可能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深思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很多的时候 一些产业别的排名 可能是来自于 对我们公司来讲 会更为有意义的一个比较的方法 除了跟别人比之外 自己跟自己比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轰达电的营运表现 在2017年第一季的时候 它的营收高达145亿 2017年第二季的时候 营收高达了161亿 2017年和2018年的时候 它的营收都会是在157亿左右的水准 在这种情形之下 它们的毛利分别在16% 13%跟10%左右的一个数字来徘徊 而它的一个营业的利益率 则是在所谓的一个 -16 -13 跟-20.9 的数字当中来徘徊 在EPS的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说 从2017年的Q1 到Q3的时候 它的EPS分别是 -2.47 -2.37 跟-3.8 到了2017年的第四季的时候 它更产跌到 所谓的一个 -11.93的一个状况 从这样子的状况来看的时候 可以说轰达电 它在2017年的时候 它的营运表现 在第四季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 虽然说 它的一个既营收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 它的一个营业的利益率 跟它的EPS 都呈现大幅衰退的现象 所以 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 可能是来自于说 第一个 它的毛利率大幅下滑 可能代表的事情是说 它的生产成本过高 使得它无法去cover到 它原先的一个营收的部分 也因此 间接地联动到 它后面的一个营业的利益率 可是 当比较到2018年第一季的时候 有趣的数字就出现了 它的一个营收大幅的下滑 缩水到原先在2017年第四季 一半左右的水准 但是 它的毛利率却大幅的提升了 它的营业利益率 尽管在这个时候 并没有提升多少 还是在负 58.9的水准 但是 它的EPS突然跳高了 到25.7的数字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到底应该说 红拿店的营运表现 大幅的改善了 还是说 红拿店的表现 事实上并不好 因为它的营业利益率 是处于 -58.9的一个数字呢 答案可能都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来自于 在2018年的时候 红拿店 把它的一个手机代工的制造部门 卖给了Google这家公司 而销售这个部门的钱 在这一季的时候 正式的入账 也因此使得它在这一季的时候 EPS呈现一个 大幅上升的一个状况 所以换言之来讲的时候 进行这些数字比较的时候 背后都是有一些意义的 而对于我们的管理者来讲 我们真正该重视的 不只是来自于 这些数字的改变 更重要的事情是说 我们必须要找出来 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 也是要找出来 会造成这些数字改变 的一些最核心的一个原因 利用像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才能够有效 进行所有的管理的一个活动 谈完了对于组织的 绩效控制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 对于员工绩效的控制 一般而言 管理者必须要能够提供 员工良好的一种绩效的回馈 管理者本身 他必须要帮员工去留存一些 跟他的绩效相关的一些资料 并且要给予他们 适当的一些回馈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一方面员工才会知道说 自己的表现 到底是否合乎公司的标准 再来 他也可以提供给自己 和员工一些 可能改善的一些方向 除此以外 对于管理者来讲 他本身所要在乎的 并不只是 他的绩效是否有达到 他也要在乎 员工是否在做 公司所期待 他们在做的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也有必要 去采取一些纪律的行动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 来衡量员工的绩效呢 一般来讲 现在常见的方法 只要有两种 一种是KPI 另外一种是OKR 首先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KPI的观念 KPI 关键绩效指标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它是一种 衡量管理工作成效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它的特色是 这是一个数据化的管理工具 它基本上是希望能够找出来一个 客观 并且可以衡量的一种绩效指标 基本上来讲 所谓的KPI 是透过对于组织内部流程的一些输入端 跟输出端的一些关联性的参数当中 进行调整 进而找出来说 当员工做到什么地步的时候 只在这种情形之下 所有员工的一个工作的总和 可以达到组织的一个目标 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讲 这些KPI可以算是 企业绩效管理的一种基础 它最大好处是说 可以让部门的主管明确知道 部门的一些责任 并且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 把部门之中所有成员的一个责任 也藉此定义出来 藉此来让每个员工 知道这里该做什么事情 并且能够做好到所谓的一个 绩效管理的基础 基本上整个KPI的一个设定 这样子的模式 是从一种叫做所谓的一个 二八法则之下所发展出来的 这概念之下 它的意义指的事情是说 在一个企业它的价值创造的过程当中 存在着一种八十二十的一种规则 就是说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他们创造了公司百分之八十的一个价值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个员工身上 去执行所谓的一种八二原理 就是说把这百分之八十 跟价值有关的工作给定义出来 来了解看看员工 是否可以把这样子一个百分之二十的一些 关键的行为给做好 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员工 把这其中的百分之二十的关键行为做好 则公司的绩效就会做到最好了 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的时候 要订定什么样的一个绩效指标 则是一个新的问题了 一般而言在KPI的概念之下 一个良好的绩效指标的制定 必须要符合一种叫做Smart原则的标准 什么叫做Smart原则呢 它们分别是specific 具体 mejorable 可度量 attentable 可以被实现 relevant 跟员工的一个工作和组织的目标 是有高度的关联性的 以及说timing time-bounded 它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含量出来这样子的数值 好 那所谓的一个具体 它所泛指的事情是说 绩效考核当中 所选定的指标 需要能够确定某一项特定的工作 不能够笼统 而m mejorable 它所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定义出来的绩效指标 它必须要是能够被量化 或者被行为化的 并且我们要有足够的一些能力 去搜集到 可以验证 这些 这些绩效指标的一些数据 或者是它的资讯 第三个 这些绩效指标本身是可以达成的 它指的事情是说 员工只要他付出正当努力行程之下 他应该要可以实现到这样子的目标 避免要去订定一些 过高或者过低的一些目标 而这个部分的原因 在前面 西域的部分当中 我们的高senic theory 里面 曾经提过A4的观点 第四个 叫做relevant 它指的事情是说 这个绩效指标 必须要跟公司的策略目标当中 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第五个是timing 代表了事情是说 我们要能够在一个营运周期当中 去衡量出来这些绩效指标 来去做一个 适当的一个 人工行为的一个回馈 或者校正 KPI 这样子的管理方式 虽然现在十分流行 但不是没有缺点的 首先 在KPI的设定之下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只强调了结果 并且轻护掉了过程 除此之外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来自于说 这些指标 产生了一种行为诱导的作用 刚刚我们提到过说 KPI是来自于一种二八法则 或者八二法则的运用 以及我们的关键表现指标 我们会选择的是来自于 那百分之二十的任务 它们会影响到百分之八十的一个价值 但是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工作 虽然它们所影响到的价值 并没有那么高 并不代表它们一点都不重要 当我们过度强调KPI的结果 很容易诱导员工 把那些并没有被列为 KPI的指标的一些活动给忽略掉 进而让公司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最后 KPI这样子的方式 它抑制了员工的创造力跟热情 如果我们无法成功的让员工理解出来说 这些指标 它被达成这种必要性 跟它的工作认同感 和工作责任感之间 做很好的连结的时候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并不能够期待 员工会可以长期有热情的朝向 这样子一些知效指标的方式来迈进 正是由于KPI有这样的缺陷 也因此另外一种 常听到的东西 叫做目标跟关键成果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这样子一种管理方式 也逐渐的开始 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 所谓的OKR它所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透过设定目标和关键成果的方式 来回答我们想去哪里 如何调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来确保前进方向的正确 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这样子的方式它基本上是企业 在进行目标管理的过程当中 另外一种简单有效的系统 它最大的好处是来自于说 可以把目标管理自上而下 贯穿到基层 这个管理方式最早是由 Intel公司所发展出来的 而Google在成立的时候 他们也曾经引入这样子的制度 并且移入了持续到今 在1993年的时候 Intel发明到这样子的方法之后 像是甲骨文 Google 还有LinkedIn 这些高科技公司 也逐渐的把像这样子的东西 可以引入到了自己的公司里面 基本上 跟KPI相比的时候 KPI是依照Smart原则的标准 严格而制定的 连是否它要达到比例的多少 例如像是小于或者大于百分之百 都是要必须量测 但是这里面来讲 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 有很多的事情 虽然值得去做 但是 因为做出来的部分 可能无法量测 也因此就无法正定目标 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发生了一些先有机 或者有蛋的问题 比较保守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把这样子的KPI 列入到我们的指标里面 或者写一个很低的目标值 反正寂寞再来改KPI就好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很多的团队 会到了季末的时候 才完成他们KPI的制定的工作 在这种情形之下 可以完成什么 基本上都是已经确定的 所以自然而然 每年KPI都可以达成了 为了因应像这样子的方式 KPI 它另一个缺点就是来自于 高度的跟绩效口和挂钩 如果KPI不到 就会影响到奖金 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算违背了公司的利益 或者客户的利益 很多的人他会很希望 能够把自己的KPI给达成 做过像这样子的方式 才能够让自己得到 自己该得到的奖金 而OKR的这个方式 它基本上就是为了解决 这一些KPI的一些缺陷 首先 OKR强调的事情是说 它必须要跟绩效考核进行分离 他把绩效考核的这个部分 交给所谓的一种同材评估的方式 或是所谓一种360度评估的方式来做 再来他很强调这些最终的一个关键结果 KID RESULTS 必须要跟公司的目标相作结合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目标上面写了 要让我们的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 但是你实际上执行的关键结果 去违反了这一点的话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自然而然对你做了之后也没有好处 因为关键结果 它的目的是为了来服务所谓的一个目标的 那么自然而然就没有需要像KPI那样子一样 很早就制定好之后再来强制执行 而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是可以随意的去调整你的关键结果的 只要是这些关键结果 它依然是跟你的原先的目标所符合 所以在使用这些KPI OKR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强调的并不是 你百分之百都达到了你的 你的一个Key Result 关键成果的部分 而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是说 你到底达成了多少 是不是还在一个正轨上面来进行 进而做后续的一个行为的修整 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制定 或者实施这样子一个OKR的管理制度呢 首先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它不见得一定要是非常的明确 可以衡量的 例如像是我希望能够让我的网站更好 然后我就开始想办法去把一些关键的结果 给设定出来 这些结果最好是可以量化的 例如像是我让我的网站速度可以提高30% 或者让我的顾客或者我的使用者 它的粘着度会增加 使得在网站上面平均停留的秒数 从由现在15秒进到了30秒 在一般的原则上面来讲的话 OKR跟KPI一样 我们会希望它也是可以利用 或时间或者数量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一些量化 例如像是说我不能够说 我要让Gmail这个网站得到成功 而我必须要说我在什么时候 就能够让Gmail上线 并且在什么时候达到不少的用户 第二个 最近的目标本身希望它是要有野心的 并且要挑战性的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一是满分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说 员工只要达到0.6或0.7就好了 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 才能够不断向这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来努力 而不会发现说他觉得无法达成 就放弃像这样子的可能性 第三个 每个人的OKR 在公司应该要是公开透明的 例如现在每个人的介绍页里面 就应该要放着他们OKR的记录 那么一般来讲 整个OKR 它的制定的方式 必须要是从公司到部门 到团队到个人 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下来 而一般来讲 我们会建议说 每一个人 他最多最多只要有四个 所谓的一个key result 就是所谓的一个关键成果 事实上 大部分的一个团队当中 他的一些关键的目标 都应该要从下层出来的 而下层的伤音是必须要被听到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才能够让这些人 他们觉得会有参与 这些目标的一个动机 基本上每一个人 他都必须要协同 而能够出现任何这些命运的形式 这就是一些OKR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让我们来看看这张OKR的图 例如像我们今天针对了一个新的业务员 我们可能会说 他的一个目标 是要在业务流程当中 去打造跟巩固最初的一个管道 所以对于他而言呢 他的关键成果可能是说 他不用对潜在的顾客 提供授钱的一些支援 就能够提出五种不大一样的一些样本 并且他要能够向25位潜在的顾客 去拨打他最初的一个销售电话 并且把它记录下来 除此之外 他要能够想办法增加50万 50万美金这样子的一个潜在的销售金额 并且尽量让这些销售金额 可以在2017年底前成交 这就是一种OKR的一种范例 除了控制员工的绩效之外 我们也要控制一下 员工在公司的一些行为 事实上在公司里面 我们会期待员工 他能够展现公司所期许的一些行为 例如像是我们控制他们的初缺情 想要知道他们的缺情率 持到率 以及说他们是否会请太多的一些病假 再来我们也会在乎 他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行为 例如像是他们是否会有不服领导 不按规定使用安全的载具 他会酗酒或者嗑药这类的行为 第三个 我们也会很在乎我们员工的一些诚信 例如像我们会避免员工 他才采用一些偷窃 说谎或者申请资料造假之类的行为 最后员工在公司外的某些活动 例如像是犯罪 或获准的一些罢工 或者为公司的竞争对手服务 这些的行为 也是我们公司必须要加以去琢磨 跟谨慎的监控的部分 好 谈完了对于组织绩效 跟员工绩效的控制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财务控制的概念 基本上管理者他常用的财务控制的工具 可能包括例如像是比率分析 以及预算分析这两种 一般来讲对于管理者而言 我们可以透过例如像是杜邦比率 像这一种拆分法 让我们来了解 到底公司目前的营运状况到底是什么 因为严格上来说 公司整个的一个营运的过程 跟它营运的状态 我们可以透过会计报表 不管是在财务会计的部分 或者在管理会计的部分 这些东西都提供了一个有结构的一些资讯 而我们的重点在于说 透过各式各样的比率分析 来了解我们所关心的一些议题 例如像是如果我们在乎的是来自于 公司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能够来去应付我们的短期负债 以及到我们的存货周转 或者销售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组织是否可以成功的变现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两种比率分别是流动比率跟速度比率 这两种是流动性比率的工具 就可以方便我们来了解这个答案 而另一方面来讲 杠杆比率就中间包括例如像是 负债资产比以及利息保障倍数等等 这两种指标可以告诉我们说 到底公司在多大的行情之下 我们可以去负担我们现在的一个利息的水准 并且可以在这个时候容许到我们的利润的下滑 除此之外 当我们想知道公司的经营效能到底好不好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存货周转率跟总资产周转率就有用了 存货周转率当中 它可以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是说 到底我们公司可以多快速的 有效率的来使用我们的存货进行到销售的部分 而总资产周转率的部分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到底是否可以用到最少的资产来达到最高的一个销售额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获利比率 一般来讲 在看公司的获利能力的时候 我们会在乎以下两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销售毛利率 藉此我们可以知道说 到底卖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赚到多少钱 最后是一个我们投资的报酬率 它的重点在于说 我们想要检测这些资产 它总共帮我们公司创造利润的一个效率为何 除了财务的控制之外 资讯的控制也是很重要的 一般而言 现在很多的公司都会建置所谓的一个管理资讯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借以来帮助管理者得到一些管理上面所需要的一些资讯 所谓的资讯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所指的是经过处理跟分析的资料 它并不是指没有经过处理的原始资料 而所谓的系统 它的概念所指的则是来自于说 包含了有秩序安排跟目的等等的概念 一般来讲 对于管理者来讲 他必须要能够全面性的安全措施 来保障公司里面重要的资讯 这些方式可能包括例如像是 对于档案做加密 建立防火墙 对档案做备份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资讯安全技术的一些应用 除此之外 在一个社群网站相当发达的一个时代里面 资讯安全的问题 也有可能会来自于 例如像是部落格搜寻引擎 或者推特脸书之类的账号 也因此 一个组织 它必须要定时的能够去监控它的资讯系统 确保他所有的防护措施都能够正常的运行 谈完了控制什么之后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 该什么时候进行控制 一般来讲 控制的时点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事前控制 它的重点是在于预测问题 第二个叫做及时控制 它的重点是在于同步矫正问题 第三个叫做事后控制 它的重点是在于 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以后 我们再来想办法进行一些矫正的动作 首先 什么叫做事前控制呢 事前控制 fit or control 它的重点在于说 预防未来 并且防范事情问题 与未然的一种控制的类型 一般来讲 事前控制是最好的一个控制 例如像是 当麦当劳 他想去莫斯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他先派了一个品馆专家 去指导俄罗斯的农夫 种出来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马铃薯 并且 也派了一位烘培师傅 去教他们 怎么样子来制作 较高品质的一些面包 除此之外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航空公司 都会安排 定期的一些飞机 预防的一些保养计划 并且时候到了 就直接把零件给换掉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那就是因为 需要通过事前控制的做法 来去避免掉一些意外的发生 第二种就是即时控制 即时控制 Current Control 它所泛指的是说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管理者应该要立即的 采取控制的行动 例如像Google 可能会对于他们的线上广告 做即时的一些控制 除此之外 某些人可能会用走动式管理的方式 来在工作的场所当中 到处巡逻 看一看员工是否有 做出一些违背公司规定的一些动作 事实上即时控制这个动作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管理者 在事情变得很严重的时候 就可以事先予以做到导正的动作 最后是事后控制的部分 事后控制 Feedback Control 它所指的是 在行动完成之后才进行的控制 例如像是 我们每年可能会进行一些存货的盘点 因为如果我们每一次把每一个货送出去之后 就来点点看后面的存货是不是一样的话 它背后花费的精神太大了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一些卖场而言 通常会使用定期盘点的方式 来去确认自己存货是否有一些正常的一个销售的状况 当然它的缺点是在于说是 当管理者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 问题已经发生了 而且浪费跟损害已经造成了 但是对于很多的活动方式来看的时候 事后控制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可行的控制方式 例如像我们刚刚提到过说 在大型卖场的一些存货数量的管制 它的优点只是在于说是 尽管这是事后 但是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有意义的资讯 让管理者他们知道说计划是否有效 除此之外 透过这些资讯的取得 我们可以帮助员工知道说他们的表现是否足够良好 好 我们今天对于控制这个概念的说明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